有华总理被跑下台,泰国这是唱到哪一出呢? 泰国总理塞塔前两天被宪法法院以违宪的理由当场给解职了 明面上是塞塔被开除,是因为他坚持要聘请一位律师 而这位律师曾经被指控犯有藐视法庭和贿赂罪 在明知这件事之后,塞塔仍然要聘请这位律师 违反了泰国宪法,但实际上这位律师所面临的贿赂指控 从未得到过证实,所以很明显塞塔这位泰国前总理 这次是被迫下台的,那么问题来了 这位有华总理为何会被迫下台呢? 下台以后会对中国产生有哪些影响呢? 从各方媒体的报道以及泰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来看 塞塔突然被解职,大概率是因为 他的利用价值被扎干,皇室和军方翻脸了 了解泰国这个国界的观众,大家应该知道 他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界 而且他们的君主政体,跟其他国界还不大一样 一开始他们确实是按照西方构建的政权体系来 泰国国王只是一个象征,而军队的主要职责 就是保护自己的国界 具体治理国界的权力分成了三费 分别是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 也就是内阁、法院和国会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想要掌握更多权力的军队和国王一品集合 一步步蚕食治理国界的权力,成为了实际的权力中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民主选出来的政府 想要获得治理权,那军方和国王就会想办法把他们搞下去 无论是他亲、还是英朗、又或是入京的赛塔 都是这么一个结果 说白了,虽然有赛塔领导的卫泰党 和军方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 实际上后者只是把他们当作了应付民意 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等利用完了,就会被一脚踢开 其次,在对华关系中,赛塔的态度一向都比较友好 今年2月份的时候,还专门拍了个视频 祝我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有华的立场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不过,这只是利益使然罢了 一直以来,泰国在外交政策方面都奉行竹子外交 也就是把自己的根系深深扎在土地上 身体则随着外界的风而动 说直白点就是他们的立场只跟利益挂钩 所以对咱们中国来说,谁当这个总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答案 那就是无二厘斗之后,泰国还能否保持政局稳定 只要国家能够保持稳定 中泰经济合作不被破坏 泰国军方和国王想要谁当这个总理都可以 总上所属罢免总理赛塔,这是泰国内部的事情 没有对错可言,只有立场 而近期,中泰有个联合军事演习 这么一看的话,泰国军方对于两国关系还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赛塔的离职对中泰外交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期再见